今天的六个讲座全部都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有一些项目 一个环节就是专题问答 今天的讲座涵盖了很大的范围 主讲嘉宾从头头早上 医学 佛学 家庭 心理辅导等等的层面 为大家解释当一个人在生死之间的灰色地带的时候 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困扰 其中包括他们和他们的家属所需要的一系列不同的帮助 有身体方面的 有心灵方面的 那么相信大家还有很多很多的疑问 多数是问马兴德尊者 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准备了 一组医疗团队和马兴德尊者一起为大家解答各种疑问 现在让我们邀请马兴德尊者上台 还有省来教护士长 以及我们的高级社工黄世泉小姐上台 那么我们这么安排呢 是因为这一组四个人里头 包括我在内了 就包括了马兴德尊者 就是我们的师父 那么我自己也代表 这个指怀护理的医生 那么省护士长 就是代表护士 那么黄小姐代表了社工 那么通常在医院里头 这个就是我医生啊护士啊社工 基本上就形成一个小组的这个医疗团队 最基本的一个医疗团队 那么我在这里先简略的接受一下 省来教护士长 那么省护士是我们明天其中一个课题的演讲嘉宾 他是我们行内的一位先驱人物 你看他也是很年轻 一样的道理 也是邱德巴医院临终关怀护士的导师 他不是护士而已 他是护士的老师 他在这个领域的贡献呢 使他成为我们这些年轻一辈的楷模 说真的 他也是去年新加坡总统护士奖的得奖者 这个奖项呢 是新加坡护理界最高的荣誉 刚才黄小姐称她说来教姐 也就是她了 不过这个称呼可能几年过后要换了 不知道 也不说了 不说了 那么现在呢 大家要发问的时候有几个简单的规矩 第一个规矩 就是先把自己的名字说出来 第二 先告诉我们你想问的问题 是导向哪位嘉宾 比如说如果是佛学方面的问题 请问班队这个马辛德尊者 那么如果是医疗或者护理 或者这个慈怀护理的设施跟设备这些问题 可以问沈副市长 还是我自己 第三个呢 就是黄小姐可以回答一些生活啊 社会啊 家庭方面 辅导方面的问题 有谁可以开始呢 就是可以举手开始发言 发问 我们左边第五排 有位小姐 你再举手一次好吗 人家看不到 OK 首先感谢大家为我们主办这个讲座 获益良多 我是李亚信 我的问题是想要请教师傅 我们知道佛教徒 对佛教徒而言 就是一个即将往生的人 临终一念是能够左右 他即将要投身的去解 那么如果是对于那些 睡梦中猝死的人 他还有没有这个机会 去起心动 就是产生那个临终一念 那么他将投身的 如果话说他没有这个机会的话 是不是说他将要投身的那个区界 是完全取决于他 过去是跟今生所累积的业力而定呢 是的 是的 因为一个人不管是在清醒的状态 在昏迷的状态 甚至在睡眠的状态当中 当他在临终的时候 他还是可以体验到 他在过去所造作的夜成熟的像 包括夜像或者去像 还是可以的 就好像说 我们看到一个人睡得很安静 但是他在做梦 我们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模样 一个在睡梦当中 或者昏迷状态当中 去世的往生的人也是一样的 他的意门就是他的心可以可以见到可以体验到 但是旁边的人 他一般上是不知道的 还是一样的道理 还有一个问题 师父 我们佛教徒相信有轮回这回事 但是我们有些同修就说 人这一生死了以后就叫往生 往生的话就死亡 死亡的话 那么还有什么东西一直在轮回 佛教里头应该有一个术语 我们可以称他为意识流在 就是说一直轮回的那个称为意识流吗 可以 我们可以称他为明色相续流 明色相续流或者说 我们因为之所以称他为相续流 他是可以避免两种极端 一种极端呢 就是认为说 他一灭了完全灭了 另外一个人认为他是永恒的 我们说是相续的意思就是一个接一个 一个灭去的紧接一个生起 事实上来说 我们从一个时间段段上来说 一个生命的开始 这个成为现在 而生命开始之前是属于过去 然后这一期生命我们称为现在 然后这期生命结束 然后在未来的我们称为未来 然而我们再把它 再紧缩一天 昨天是随过去是 是是时间 现在是随现在是 明天就是未来是 然后再把它说到每一个小时 每一个小时也是 因为是 如果把它当一个生命来说 是一个生命的生死为一个是 已是已是 过去现在未来上升 如果把它当一年的话 每一年它都是已是 把它当一天的话 最后到每一个刹那 其实每一个刹那都是一个是 现在刹那是今是 然后过去那个刹那 是过去是 未来的刹那是未来是 所以我们看 心时的运动 心时的运作 它总是在一个时间流上 不断地运作 不断地运作 有一时间它不会 终止 不会中断 所以我们的心流 也是在这个时间流上 不断地运作下去 所以我们称为 三世的生死 或轮回 其实生死 无时无刻都在发生 所以说我们应该是 这么能够看待生死 那么早上的讲座 你有提到说 就是说个人造约 个人了 就是说父母亲造的业 是不会把那个 就是说自己家种的树 不会长 种的种子不会长在 果树不会长在 您家的院子里 那么我们也 佛教徒也常做一个 一种 有一种做派 做西 就是说 做了回向 比方说我们今天来听 讲座的 待会我们会 或者行善以后 我们会做功德回向 把功德回向 给十方众生 或者是自己的父母亲 那么我们 这个善举 他们 当我们做了回向以后 我们的父母亲 能够接受得到的吗 或者是过去世的亲友 这个应该要分为两种 如果是现在是 如果还活着的话 你必须告诉他 他知道你 做了善事 而且是回向给他 给他分享 他随喜的 他才会获得你的功德 而且他获得你的功德 是因为 他知道你 为他做善事 他感到高兴 他的业是在 他感到高兴的时候造的 这种造的业 成为随喜的业 如果是对过去的话 假如这个佛陀在经典里面讲到 如果他已经投身为人 投身为天人 投身为动物 他不知道你在为他做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 回向是没有效的 但如果他投身为某一类的鬼 他知道你在为他做回向 而且这类鬼 他对自己的亲戚非常敏感 如果他知道他某一类 甚至过去是 曾经做过你的亲戚 你在为他做回向 他知道了 他在随喜的时候 他就能够获得你的功德 而且你的功德 必须在他在随喜的时候 才能获得的 因为他必须得 自己的心造下那样的业 但是那样的业 并不等于你造的业 是他你造的业 他分享 他这种分享你所造的业 就成为随喜的业 所以他能够获得是 由于他随喜你的善业功德 带来的善业 他能够获得 最后一道问题 佛教的经典集里头 有没有 就是说在佛教 我们很深信因果 那么有没有任何一部点集 是很清楚的列下 造什么因会获什么果 然后给我们做一个概念 有有有在巴黎三藏中部的一篇经文 叫做小叶分别经 那里面就有在中部的下策 叫小叶分别经 或者说如果大家想要知道中文的翻译 现在有在外面有个人家 上座部佛教修学入门 上面的第一篇叫做圣典篇 里面他就有讲到 那个时候就讲到有个叫他问了14个问题 就关于业果法则 为什么有些人有长寿短命 为什么有些人有健康疾病 有些人有智慧 有些人愚蠢 有些人贫穷 有些人富贵 有些人有钱 有些人有些人穷 他里面都有讲佛的就分析之十四种 他的因是什么 是因为他们过去所造的业 而我们现在所造的业 又会影响到未来 在那篇经文里面有讲 谢谢 谢谢 前面左边第三排有位小姐 大家好 我是谢慧琴 因为Mr.Lin不在 所以我把这个问题要请教尊者 第一就是因为有一位小姐 他提到说 怎么样去原谅不知悔改的人 那么我是想问回说 我们怎么样去原谅自己 曾经犯过的错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Mr.Lin有讲到说 痛 我们怎么样去用佛法来看 这个痛 怎么样去盗用这个痛 关于怎么样去原谅自己 事实上这是关键在意 你是不是愿意走错过去 请问 不是说我不愿意走错过去 很难走出去 我一直不能够原谅自己所犯错 每个人都曾经犯过错 每个人都会犯错 当犯的错误已经成为事实 已经过去 你难道还想继续活在过去吗 我不想 我真的不想 所以呢 你想不想走出 跟你愿不愿意走出 它是两回事 是很想走出 可是好像不知如何走出 所以事实上你是很矛盾 换言之 你是没有勇气去面对你的过去 或者说你没有勇气去接受你现在 我在逃避 对没有错 你必须得 既然你是信佛的 那你必须得用佛法来去 分析这个问题 每一个当下 每一个刹那 都是现在的 你现在 最能够感受到的是 你当下这一副身心 是不是 你这副五蕴 这副明色法 而你过去的那些 早已经过去的 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 叫你现在 你在真正让你的身心 回到你犯错的那个刹那 那个时候 你能够吗 不能够是不是 不可能 事实上 你所抓取的 你所放不下的 从究竟预想的时候 只是你的回忆 是不是 是 对 回忆既然是一种过去 那你还抓取它干什么 过去的东西 它并不是你现在 你感同身上的东西 不是你现在 你体验的东西 而只是你那种回忆 你那些回忆 换言之 它是看不到 摸不着的 你不能够 收给其他人看 所以你应该要 活在当下 还有另外一点 如果你真的 你想要 原谅你自己 引导不如 你可以用一些方法 把你过去 你所做错的那些事情 用适当的方式 把它表达出来 把它坦白出来 例如说 你可以通过对三宝 对你信任的宗教师 就是对那些 你非常信任的人 或者说你曾经 对他犯过错误的那个人 你要开诚布公 坦白说出来 说出来就要请求 原谅 然后你让你自己放下 不要经常放在心里 因为你放在心里 事实上来说 就像一块白色的布 你不小心弄脏了 弄脏了之后 你应该来说的 就是清洗 但是你不清洗 你不断地擦 不断地擦 你越擦 它就越黑 越擦它越脏 你没想到它一次 你内心就懊恼一次 后悔一次 懊恼一次 后悔一次 本身它就是不好的东西 它就是不好的一种心态 而那种不好的心态 不断地重复 又再加在你之前 所做的那个措施上 就变成说 很有可能 你后来 你之后 你所做的那些懊恼的事情 令你后悔的事情 你原谅不了 你代表你自己的事情 反而有可能 比你做的事情 本身更重 所以因此 你想要走出过去 倒不如 你用一种适当的方式 把你过去的事情 把它了白 把它发露出来 然后呢 决定不要再做了 重新面对 现在面对未来 过去的事情 人必须的要走出过去 我们很多时候 自己不管是因为家庭的 因为感情的 爱情的 亲人的痛等等 之所以现在还感受到痛 不是你现在真正痛 而是你不肯放下你过去的伤痛 只要你能够放下过去的事情 其实早已经过去 只是你的心不肯放而已 所以不是说你能不能放 而是你想不想放的问题 明白 谢谢春泽 然后第二个痛 其实就是刚才那个痛 是吧 对 同一个问题 对 怎么样转为道用 还有哪位要发问的吗 赶快发问 因为明天下午就没有这个机会 所以请把握机会 还有谁想问问题的 那么右手边 我是林爱娇 我想请问梁医生 我们佛教徒通常在 在亲人临终时 我们说我们不在他面前哭 因为我们希望那个亲人能够放下 可是我发现这样的情形 也使到病人 他周围的家属 变成很压抑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我应该怎么去做呢 谢谢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那么其实我们并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当然我们会说不要在病人面前哭 因为你哭的时候 他们看到家人会感到难过 他们情绪上波动更厉害 在情绪波动更厉害的时候 原先的这个疼痛啊 气喘等等症状有可能因为心情的波动 而被病人感觉到更为的明显 所以通常我们不鼓励家人在病人的面前哭 但是是的 如果家属没有一个适当的款道 把这个情绪发泄出来 对家属本身也是有伤害的 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知道怎么样的扶持这些家属 让他们有个管道 把爱上的情绪表达出来 怎么样的管道呢 刚才Mr. Lim和Lawrence都有谈过 很多爱上的情绪是难免的 但是有一些特定的情况 是我们可以尽量去消弭的 包括就是说 在病人还在清醒的状况下 先说出我们刚才说的一些事情 就是道爱 道谢 道歉 道别 这四个字是我们安宁疗护科的四字真言 因为每次说了以后 病人哭 家人也哭 但是这次哭是哭得适得其所 怎么说呢 有时候哭这边哭那边哭 搞到全部人都哭很乱 但是当我们说这四字真言说出来以后 病人家属和病人本身都感觉到说 其实我们互相都是很关心对方的 由于我们互相关心对方 所以这个情绪的表露 让大家都有一个宣泄情感的途径 那么过后呢 每个人都会有一种治愈的一种过程 那么第二个问题 其实是你问了两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你的家婆仍然现在 还处于一种悲伤的情绪下 那么我们要知道是这种悲伤的情绪 是属于正常的还是病态的 病态就是属于比较需要辅导啊 需要照顾的 那么病态的忧郁 上司这个病人的忧郁呢 有几个现象 我们可能要注意了 包括说持久性的这个忧郁 就是不间断的 那么正常的这个忧郁现象 就是上亲的忧郁现象 过了一阵子了 几天几个礼拜 家属多数是能够在两个极端之间行走 一个极端就是正常的生活 不能算是极端 就是正常恢复到正常的生活 另外一边呢 就是每次想到过世的家人 就会很哀伤很悲痛 那么正常的这个爱痛的过程 就是过了一阵子 我们就会开始这样左右摇摆 那么能够左右摇摆就是好事 就是说你能够慢慢的调适 你的身心恢复到正常的生活 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办法这样左右摇摆 只能够这样持续性的一直悲伤 被爱再去 每天以泪洗脸 不吃不喝 每天看着照片一直悲伤 那么这个是属于病态的悲伤 甚至有些人会起一些不好的念头 说我想跟你一起走 那么不只是口头上这么说 甚至连遗书都写好了 甚至连东西都交代清楚了 那么这些家属就属于我们这一颗 会当成是高风险性的病人 就是比如说他们说 我真的要走了 我真的要跟他走 不是开玩笑的 我写遗书 我的财产怎么分配 还是说之前就已经有一些心理病 比如说忧郁症 神经失常的问题 还是家庭里头就已经有自杀的这个先例 家庭里头有这些心理病的这个案例 那么这类型的病人 还是家属 就是属于比较高风险的病人 那么这类病人的家属 就需要正规的这个辅导跟帮助 所以如果你的亲人有这样的问题的话 我的建议是会去医院 找回这个病人的社工 通过社工的介绍 还有辅导 帮助家人走出这个阴影 不知道黄小姐有什么其他东西 要加上去的 已经把我心中的话都说出来了 对不起 我每次抢台词 这个抢不了 帮队有什么东西要加 可能我也要分享一下我的心思 我们是人嘛 哭泣是自然的反应 所以好像我自己的经历 妈妈是因为默契癌症而过世 所以过了很多年 因为妈妈的过世 所以我从事舒缓持怀之一科 刚才大姐有分享说 为什么很多年想起还会哭 所以我妈妈过世之后 我照顾的病人多数都是默契癌症 我还记得有一次 因为安迪是我照顾的病人 她也是因为肝癌而过世 所以当我在亲与她的时候 我们有做last office 我会好像她过世了 我会清理她的尸体 所以自自然然看到她的尸体 我又想起妈妈 因为默契癌症的病人 他们的那些症状是差不多一样 很瘦瘦啊 肚子很大很黄 所以我在清理她的时候 自然然想到是妈妈在我身边 其实我在做她 清理她的时候 我眼泪是不停地流 就是我是人 明白吗 都不停地流 孩子们都在她的身旁 好像在那个时候 很奇怪的现象 她们拥抱我 我说不要哭 妈妈知道你是本来她 她就变成我是女儿 那这还 驾驶是 是不是 所以哭泣是自然的形象 是OK的 就是 梁医生所说的 我们如果还能继续在生活 好像我啊 虽然这么多年看到妈妈的照片 节日的时候 妈妈不在身边 我也是会流泪 我还是继续地走下去 帮助其他的病人 知道吗 所以哭泣是可以的 所以每次我做完一件 上次还记得我刚刚进来做 持怀服饰的时候 每次一个病人过世 我收拾那个e-trolley 就是 我们放一个e-trolley 我都会躲在一旁哭 那些同事都说 我来教你不可以做 持怀之分工作 因为你只哭 所以我跟家属都会一起哭 一起欢笑 哭泣是自然的 知道吗 要哭就可以哭出来 所以沈护市长所说的就是 其实在我们俗家人里头 我们修行不到家的 那么很正常的 在十年二十年过后 想到曾经的人走了 很自然的 我们一定会有悲伤的情绪 这个是正常的 但是如果我们走不出去 持续性的 有这些悲哀的情绪 伤害到自己 伤害到家人 那么就需要 真正规的辅导 那像班队讲的 其实是有方法 能够好好的处理好 自己的心灵方面的创伤 是能够通过佛法修行 完全的就是放下 以前的悲痛 像班队说的就是 我们愿不愿意去学习 怎么放下 两个一起举手 我先让给这位 还没有发问了好吗 我是希望用这个机会向梁医生道谢 因为梁医生的介绍 所以我的先生在他最后的几个月 可以得到这个吃怀的父母 去能够把握自己 所以我也要谢谢甘露学会的义工们 陪陪我们走这段很难走的路 谢谢 好,我来自太平,我叫张玉端 我的问题我想问马兴的尊者 就是刚才尊者有提到说 有时候我们给别人一种鼓励 让我想起我曾经给过一个老人一个鼓励 但这是不是会否造成我在造一个纱约 反正现在我有点恐惧 因为那个老人是在工作的地方认识的 我简短的说 有好几天我发觉 我忽然间会想起这个老人 这个老人的影像在我的脑海中晃过 然后这样的一种感觉越来越强烈 到我最后有一个心里有一个声音说 我必须去见他 这样我就问了我一个朋友 我该不该去见这个老人 那另一个朋友说 他建议说可能是 他就告诉我 你去见他吧 那我就到他家去找他的时候 他家门已经关起来的 第二次我再不死心 还是再次的到访他家 他唯一留在家的孩子告诉他 我说他在ICU已经待了一整个月 他有16个孩子 那我就马上到医院去找他 当我见到他的时候 他也知道我到访的时候 他远的就一直苦 一直留一直留的老人 整80岁的男的 那他一直想要告诉我些东西 一直想要说话 就是说不出声音来 我在那里待了好久 我的朋友告诉我 你去那边的时候 你就握着他的手 就聆听他好了 那我就握着他的手 那种硬又冷的 冰冷的手 等了好久 他还是继续的哭了好久 就没有发指发言 那在走的时候 我有 忽然间有个假聪明吧 我不知道怎么样 会有一把一个感觉就告诉他 要么你就发大愿 自己走出这扇门 不么就如果时间到了 你该走 那就放下蜿蜒 走向光明吧 就讲了这两句话 然后我跟他道别就走了 过后我再回去看的时候 就空了 从此没有感觉了 那是我第二次见他 结果在不久 他在 八月十五月明的那一天 他走了 我算不算再鼓励他 走吧 你所说的这些还没有太具体的 还没有太具体的 所以 因为你没有说叫他说 你放下你的生命 放弃你的生命 这样的话他还不算 如果你是说 你不要再执着你的生命 不要再执着你的身体 这个时候比较危险 这个时候比较危险 那么身心都在退化中 那让我想到他 或许是你所想的就是 走向一个老人 自治症 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的确有那个 Consciousness Disorder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身为他的女儿 我能够 请问半天 我能够怎样帮他继续 如果怎么样的话 那尽我所能 让他一直处在这个 有觉知 就是有一个善念中 我所做的就是 我拿照片 或者问他一些问题 我发觉他有觉知的时候 我就会可以跟他谈起 他以往做过的好事 我曾经带他去布施 怎么样怎么样 或者是看那些照片 然后家里也装了三个佛卫台 大爱台 慈悲台 二十小时一直开着 我希望他有一天 听到其中一个师父讲的东西 他能够对死亡 不再恐惧 因为他的确 看到某个师父讲死亡的 他就叫说 不听了 叫你关掉 我会感觉他对死亡 是一个不能接受的 害怕和恐惧的这样 因为如果他是老年失智症 那他就会走向 这个brainstamp 的一个一直逐步的退化 他知道他脑死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又怎样能够帮助他呢 感恩 你可以多点用身体的语言 或者说即使他处于昏迷的状态 或者处于老年痴呆的状态 你也可以放一些录音 或者说可以在他耳边轻轻的说一些话 也许他能够听得多少 能够听得多少 这个还是有帮助的 你刚才做那些东西 其实都是可以的 你说那些做法都是对的 还有就是我播放我们太平SPS 有一个叫做一个meta chanting 好像就是发布那个慈爱 Sukinova Kami no Hondo 就是一直这样播送给他 那有时候是Arahamsama Sambutu 这些有帮助吗 有帮助 可能我们只能够接受最多一个到最后两个问题 因为时间真的是有所超出了 那么有哪位在场的观众想要再提问的吗 左边后面我们的volunteer 请问问题 我们如果临终的时候 如果是不要抢救的话 我们要写遗书 怎样去造成不杀业呢 自己写遗书应该不会造成杀业吧 我想请问班达 我们怎样努力 着意来写这份遗书呢 你可以说你希望接受自然死亡 然后呢 你对于临终那些抢救或者说 一些做的远缓治疗等等 你可以说你可以放弃 你最主要是你希望你能够 在你身体的各种机能 身体的生命自然的衰竭的时候 你接受自然死亡 你可以在语书当中这么样写 或者说你再去问医生或者护士 他们会对这方面更有经验 我觉得从业果法则上来说呢 你可以 你可以跟你的家属 还有跟医生 还有跟死亡人员去交代你的遗书 是重要的 就是你接受自然死亡 至于说具体的一些行为 我看医生会更有经验 具体上我们明天会有一个环节 是由黄卫仲医生解释 三种方法能够做一些预先的祝福 谢谢班底 谢谢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这个发文的环节就在此结束 那么我们先请沈护士长跟黄小姐先下台 那么由班底帮助我们做这个回向功德 那么我们今天大概做了很多的善业 我相信是这样子 那么大家有听闻佛法 有随喜功德 那么有持五戒 那么有保持恭敬的心 这些都是善业 所以我们要随喜功德 也请班底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功德更为圆满 让主持这个回向的仪式 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话题 和明天所讨论的话里 事实上都是既涉及到我们自己 我们的未来 也涉及到我们的至亲 我们的至爱 我们的亲人 所以我们现在 皆知所做的回向 不要忘记这两项 第一 我们先把今天所做的这种功德 大家有守三规五戒 有听闻佛法 有强盗这些 都是更多的是生起善心 对自己对他人的关爱 这些善心来做回向 愿我们今天所做的功德 一直在所做的功德 回向给我们的亲人 特别是那些已经曾经爱过我们 但现在却不在我们的身边 不跟我们一起生活的那些人 愿他们在随喜之后 能够早日脱离痛苦 能够获得快乐 慢点请 我要求一下在场的佛教徒 先把鞋子脱下好吗 祢痛苦 愿我所做的功德善业 愿我所做的功德善业 回向给我的亲戚们 愿他们在随喜之后 早日离苦得乐 早日离苦得乐 接着我们把所作的功德能够成为最终断除一切烦恼 证悟涅槃能够不再轮回不再生死的祝愿 愿我所作的一切功德善业 愿我所作的一切功德善业 成为早日断尽一切烦恼 成为早日断除一切烦恼 证悟涅槃的祝愿 证悟涅槃的祝愿 妈妈奉奈巴刚 妈妈奉奈巴刚 萨巴萨达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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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一切众生分享 与一切众生分享 愿一切众生 愿一切众生 平等获得此功德 平等获得此功德 萨 萨 萨 谢谢班队 请大家先站起来 让班队先 先离开 Vader 4.59 2 2 2 4 3 3